近日,由徐璐、斗霄等众星联合主演的电视剧《九州海上慕云记》正在开始热播 徐璐在剧中饰演的苏宇宁一经亮相便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作为一名90后的年轻演员徐璐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却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与实力派的演技 充分地赢得了观众们的认可 尤其是和斗霄之间的戏份 可谓是相当的精彩 戏外的徐璐有时候也会沉浸在剧中的角色 昨天25日晚上 徐璐在微博中发布了一条消息 原文内容是 别人谈恋爱 都是男生给女生写情诗 怎么到我这儿就颠倒了 同时又配发了《九州海上慕云记》的两张剧照 第一张图上的字幕显示 那你也帮我写一首诗 第二张则是充满童趣 一脸忧郁的小眼神配上了笑顾出来四个大字 对此网友们发表的评论也是趣味十足 有网友称 徐璐长得好看就算了 就连你的粉丝个个都长得那么可爱漂亮帅气迷人正直善良 这我就无法接受了 还有网友评论 可能是因为你为世界环保做出了贡献 当然 相比于网友来说 作为徐璐系里的搭档 也是这篇微博的男主斗肖的评论在更显霸气 他在回复中称 你给我写一遇至红袍下 还好意思说 挖鼻 哈哈哈哈 颇具打琴骂俏的感觉 不过事情还没完 斗肖此言一出 网友们的评论开始炸开了锅 有网友称 你俩互关的过程也太曲折了 戏刚开始徐璐关注你好几天见你没关注他 他取关了 然后你又关注徐璐 可能后来发现他没关注你也取关了 好在这次没错过 也有网友开始评论 哈哈哈哈 逗逗你追女孩完全没经验昂 气氛也是非常的活跃 无论是戏中的 目如寒江与苏宇宁 还是现实中的斗肖与徐璐 都深受我们广大网友们的喜爱 希望二人出演的九州海上沐云记 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同时也希望二人之间的这种情谊可以长存 不知大家针对这样一条趣味十足的微博与评论 有何看法呢 欢迎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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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